講完了 柯文哲是有個建商兄弟 我聽得瞠目結色 一個直轄市的市長 每兩個月固定跟你建立 那是很麻糬的 對不對 連我們這種要約 對不對 也是兩個月 我的等級 對不對 沒想到阿伯跟建商 兩個月碰到這邊 好 不管那麼多 可是更誇張的是你吃飯就吃飯 你不要搞些違法式 其實吃飯沒有嘴 可是問題是 沈慶慶這件事情 我們開箱越爬梳 事情越多 現在有爆料說 沈慶慶在二零一八年 送了柯文哲一幅畫 字畫 字畫 字畫畫 不知道是字還畫 字畫 這個字畫 阿伯把他帶回去 這個字畫故事很多 我晚點講 可是他到底是什麼性質 很多人都說前經 可是我們現在看 很有可能是後寫 因為二零一八年一月十八的時候 確定金華城保底五六零了 這件事對沈慶慶來說 也很重要 仁俊哥 而且你記得 其實在這個案子的整個過程當中 柯文哲在最早期被質疑金華城的時候 他都講一句話 把所有會議資料拿出來 拿出來之後一目了然 就都知道了 沒錯 然後大家就說拿出來 你們自己去找 結果找出來好多都是沒有會議紀錄 但是既然你說去找 我跟你講台北市議員 很多人真的認真下去找 發現到蠻奇怪的 像國民黨議員 尤書惠他就講 他就說事實上把這些所謂資料找出來的時候 以前大家就講說金華城什麼變更變更 到底從什麼時候開始 有這個發想的 尤書惠說 在二零一七年五月三號的市長市會議紀錄裡面 而且這裡面是柯文哲主持 你先看一下時間二零一七年五月三號 事實上你剛剛提到的這一個說 包含到什麼五六零的那一個 很多人看到的都是監察院提出來 那一個這兩個歌詢提的嘛 說幫他那個所謂的設定法定的東西 應該是五六零的事情 他是在二零一七年的八月 所以現在最新的訊息 二零一七年五月三號 在市長市會議紀錄 柯文哲就開始介入金華城了 那為什麼講介入 老師也不能空口說白話 對 尤書惠講法是說呢 他的會議的決議的時候 就提到金華城啊 這個所謂的基準容積議議案 要請督發局啊 叭叭叭叭叭叭 然後舊資料還要去韓復金華城 甚至還說了一件事情 對 韓復之前要幹嘛 上網公告前先到市長市會議報告 這件事情就擺明了 你公告內容要我老柯點頭 這個我先讓大家回憶一下 柯文哲在講到金華城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怎麼說 他說他不知道 我是看到你們媒體在報導 對 你們媒體在報導的時候 我就覺得怪怪的 都是彭正珊的錯 我才去看了一下 才知道有你們講的這件事 那你為什麼二零一七年五月三號 說要公布公告之前先來市長市 他很喜歡叫人家去報告 你知道嗎 我們剛剛提到那個透明廉政公約 柯文哲也提到說 你那個市府的首長 你今天去跟監察院申報財產資料的時候 還要來跟我市長報告 你的財產為什麼有變動 他很愛什麼都要自己管 那這一句話怎麼辦 他就解讀就是你市長就知道 所以你可以看到後面的這個時間 然後七月是朱雅虎寫給蔡姐的信 然後八月二零一七年八月的時候 監察院認定法定容金率是五六 一路快轉 二零一八年一月十八號 監察院認定完後 台北市也認定是五六零 是怪的事情來了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月十八號 台北市說五六零OK的時候 九月二十一號就拿到字畫了 所以這裡面當然會很多人質疑 就是說第一個你說字畫 他按照民眾黨的解釋說 有啊 我沒有登錄啊 不然你怎麼知道我有字畫 問題是登錄完了之後 這個東西變誰的啊 變柯文哲的 現在不是 現在找不到 對 這個麻煩 如果變柯文哲的也沒關係啊 好 我就帶回家 我真的很喜歡字畫 我想說我插一個嘴 找不找得到就是美港 你終於聽懂我的意思了 找得到 這不就跟政務式的一包毒品 找不到意思一樣 我有登錄啊 找不到 正好走得比較前進 比較惡劣 比較偏 我收一點就是說 找得到 就表示這是一個禮物 放著 價值難估計 找不到呢 他變成大家喜歡的樣子嗎 對啊 找不到啊 這個就是最奇怪的 你知道嗎 我要講民眾黨強調就是說 我們有登錄啊 可是登錄完了東西在哪裡 什麼話你們也拿出來看看嘛 老實講 沈慶金曾經送柯文哲紀念字畫 上面是寫什麼 紀念我倆友誼 情如金間嗎 我不知道 因為上面什麼都沒有 上面 沈慶金用這個原子筆寫 百事可樂 步步高山 勿忘我 最後還補了一個 勿忘贏中人 然後柯文哲說 哇這個貪神貴 我只要帶回家找不到 不要開玩笑 是嗎 但重點就是現在沒有人知道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你知道嗎 老實講 如果他留在市長室對不對 就市長室 講他拿出來 對啊 可是這次最奇怪的 你今天台北市跟金華城是有厲害關係 是 你給人家560 沒錯 你後面給人家840 你柯文哲哪來的膽子 跑去威京集團總部啊 是啊 而且你再回來看 他地點是在圈圈總部結 就是威京集團的總部嘛 然後去拿了字畫 然後說字畫原因是我去那邊演講 你要教人家什麼啊 讓我再問一件事情 如何突破560嗎 你到圈圈集團 那個總這個圈圈總部集團 這個地方去的時候 請問上面有沒有雅虎來接 有沒有橘子陪你 對啊 就對起來了 就對起來了 因為現在看起來周刊是講說 有兩次喔 雅虎來接 柯文哲只講說什麼 有啦 我選後就是有個市民嘛 有個市民慰勞我啊 選舉很辛苦 唱個歌 我去投資 對 他從來沒有承認過 他有去過威京集團的總部 對啊 那現在當時周刊在報導的時候 民眾黨說 啊你瞎客萬小說 對 我們現在就回來問這件事情 有欸 是這個總部送你的 是說這個 這個 這個總部集團送你的字畫 對 還是你去人家那裡拿 我不知道 對 老實講 因為這個字畫現在在哪裡 也沒人知道嘛 但我們就回來講啊 就是說現在柯文哲 其實他真的有太多迷了 因為字畫 你說可以很便宜 就我講黃金有價 古董無價嘛 這個字畫 小價空間很高啦 你太不了解柯文哲 所有藝術品 可能在柯文哲眼裡面 大概都只能看能賣多少錢 對啊 你記不記得人家那個 柯拉瑪爵士 英國那個 破銅爛鐵 拿去 破銅爛鐵什麼 他就拿去賣成破銅爛鐵 還可以賣一些錢 他是用這個方式在形容的 所以大家當然非常好奇 你今天在這些時間點裡面 事實上第一個 這個就破掉了柯文哲說 我是看到報紙才知道 才知道什麼金華城 你們講這個容積率 看起來不是 你為什麼要否認這個 還是你自己簽過 而且你看 他不是上網公告前 要先告市長會 還要將案件列管三個月 案件列管三個月 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就是三個月 研考會會勾說 到底要不要解除列管 還是持續列管 當然嘛 所以你想想看 他對這個案子 多少案子人家成型 像這個這個蔡壁如 老相我也不批評他 他說他在這個市長 辦公室 市長在辦公室裡面 有很多這個人家的成型 我也覺得ok 但請問多少成型案 會列管三個月 而且公告前要市長試報告 你要來跟我報告的這件事情 那當然代表你是極度的重視 是不是 好 飛翔線人具 跟我們請人具跟回來 問題上 今天我想問Grace Grace其實我有點忘記 那一週前還兩週前 你有寫篇臉書 你是全中華民國 第一個提到要注意字畫的 那邊臉書說 請民眾黨那些人 在罵人之前 先去台坡大樓或黨部看看 有沒有什麼字畫 是之前沒看到的 我那個時候還想說 你瘋了 你寫什麼字畫 什麼東西啊 為什麼要講字畫 我看不懂 原來你才是先知 你竟然早就知道 沈慶晶有給柯文哲 字畫了嗎 說不上為什麼 我扁得很主動 我海上一個人 什麼都值得去做 告訴你 你跟馬文君表白了嗎 李正浩最多 我告訴你 你現在不是要轉移到馬文君身上了嗎 什麼叫做紀念 首先友誼的紀念 可能打打保齡球 唉唷 我是紀念 正浩我們剛剛一個多小時 都沒有講這個 沒問題繼續 沒有我現在在講本案 我反正Grace所有的怨氣 都發在我身上 我沒問題 現在我們現場所有人 燈光要打黑 那邊打亮就可以了 接著是什麼 接著可能是有些愛情的定情理 譬如說我從這個所謂天上 摘下來的小星星 放在玻璃瓶裡面 森林滿滿的金山 等一下你說沈慶晶 跟柯文哲去打保齡球 打完保齡球 神經就開始摺星星給柯文哲 我真的要送你我的心啊 是 天啊 我跟你講這叫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李正浩這種叫換換愛 柯文哲這一種 會不會是換換錢呢 對換換容積率 好 講到這一段 我要這個 我搞不好也可以送給李正浩一個字畫 紀念的字畫 我要送他什麼你知道 我如果要送給李正浩 我一定會送他 早生Grace 欸可以欸 可以欸 結婚啦 要先結婚才能早生Grace 而且散出來會是自然血 會Q摸 祝福你們啦 你不要這樣啦 你不要這樣 失戀就失戀 不要這樣 你有馬文君啦 你就馬文君就好了嘛 停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到底那個到底是前經還是前戲 哎呦 我現在就問李正浩你現在是 這 的live節目 現在超過11點 前戲什麼是前戲我要跟大家講 我之前有寫一篇叫麵包屑的理論 麵包屑理論是什麼 是很多的詐騙或者是犯罪集團 他要吸引一些犯罪的份子 或者是要讓他集團壯大 他會幹嘛 他會用一些麵包屑 讓你慢慢吃慢慢撿 所以我要講 這個柯文哲 這關於這個字畫 他是有去申報 但是又想要拿走 所以他在那個時候在幹嘛 你知道嗎 在青年跟貪婪之間跳恰恰 就像李正浩跟我和另外一個人 跳恰恰 但他跳到另外一邊 我懂你的意思 你說審慶金送給柯文哲 這個字畫 就是一個test 對 我說test 你到底是青年還是貪婪 你如果收了 我才能跟進一步的交往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他會是從企業演講 然後從企業演講開始 二零一八開始慢慢的跳 跳到二零二四逃出影員的KTV 對 就像李正浩剛開始 原來打保齡球 之後就從公開 對慢慢檯面下 檯面下 所以我還有另外一個有趣的地方 是柯文哲的想法 還是審慶金的想法 什麼意思 其實如果大家來看這個時間表 如果在二零一八的九月二十一號之前 請問一下沈慶金有跟柯文哲見過見過面嗎 我覺得很難 原因是因為連至少二零一七年八月七號的時候 連見蔡姐都要寫信 對不對 這表示他們在這個時間 有宜的橋樑還沒搭起來 對 所以你要知道 當柯文哲 他去了沈慶金的威金集團 去做企業演講的時候 沈慶金也送他的一幅字畫 這叫什麼 互相開始建立橋樑 對不對 像談戀愛一樣 李正浩很懂 所以你看這種手錄 其實蠻細膩的 好 我跟你講 這就是他去這個威金 想要認識沈慶金的開始 所以你會發現從二零一八的九月二十一號 之後開始 其實他們根本都可以直接去聯繫 對 好 那我跟大家就差不多 這個部分講到這 這概念是什麼 就是柯文哲去了之後 他其實是投食問路的概念 而且柯文哲去沈慶金的集團 對 因為這個所謂的威金集團 他旗下有很多間公司 他去演講真的不只有一次 對 其實是超兩次以上 你還知道是兩次以上 好 那差不多是這樣 那我當初為什麼提醒民眾黨 因為那個時候 我就看到民眾黨的小朋友 想要去變賣那個什麼攝影機跟鏡頭 所以我在十月十九號就提醒大家 趕快去看 有沒有看到一些有更值錢的東西 有沒有看到一些跟柯文哲 氣質完全不符合的東西 那其實是值錢的東西 對啊 如果真的是小沈送的字畫 一定值錢啊 對不對 我們不要講什麼 所以我要講 其實這些 也就是說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一號的開始 就是前夕的開始 而前夕要進入到金華城所謂提高到龍獎 龍獎一直提高到二十趴這件事情 最終的大高潮 你會發現二零一八到二零二零還有一個空窗 對 這空窗期其實還有發生一件事 我們下回再跟大家 什麼啦 什麼啦 哪有下回 Live節目還有下回 沒有 好 那我回來了 總之什麼叫前夕 因為他想要搭建關係 對 那好 那我們就看 當初這個舉止說 來見面的這件事情 到底是在九二一之後 還是九二一開始 我覺得這非常有趣 而且你會發現 那個時候就不需要豬雅虎 是 其實豬雅虎在二零一八九月二十一號 以前都是以豬雅虎為最重要的聯絡人 好 各位有沒有一個印象 有趣的是什麼 有沒有印象就是說 一直到二零那個所謂的這個 後期後期有兩百一十萬七個人頭 這件事情 對 他提到了什麼人名 豬雅虎 豬雅虎 七人二一零感謝五六零 對 他傳給了誰 他一個是民眾黨的秘書長 一個是蔡碧如 另外是 其實 他是給李文中 其實他第三個李文中 他就傳給了李文中 對 好 但他另外一個 為什麼又傳給蔡碧如 因為他二零一七就習慣寫信給蔡姐 對 所以我現在要告訴大家 接下來的重頭戲 蔡姐 李文中的身上 為什麼李文中 我認為李文中一定也會被炎壓 原因就是因為柯文哲 沈慶經跟李文中 他們三個接下來 他們是直接都可以 你講到重點二零一八年送完字畫後 到二零二零年 那一段感情加溫期 裡面有個關鍵 李文中 對 然後我講的前戲 其實中間還有一些事情 是 那我要講李文中是負責什麼 那你來看 一開始大家定義他為大帳房 沒有人有任何意見 但是當大家去定義 舉止是大帳房的時候 連民眾黨黃國昌都有意見 對 所有人都跳起來有意見 做他只是送水的 可是沒有任何一個人 對李文中 敢說李文中不是大帳房 對 所以答案就非常的清楚 是 好 那另外另外我再這個補充一下 是 黃珊珊的角色 其實黃珊的角色 大家也很清楚 其實在二零一八九二一之前 是不是黃珊珊跟朱雅虎比較熟 對 但之後有沒有可能 柯文哲發現他可以直接跟沈慶經了 對 那就不需要 透過黃珊珊去認識朱雅虎 差不多脈絡大概是這個樣子